台海巡部门预告将于11月21日至23日在太平岛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岛内担心此举会引发南海区域局势紧张 并质疑蔡当局刻意在24号九合一选举前夕进行演习 是为了影响选情果真如此吗 在美军放逐可能11月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演消息时 台当局声称要在太平岛演习又有何目的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敏钦张亚忠带来全面分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安全部门主管彭胜竹一号在台立法机构证实 台安全部门将监控脸书等公开网络社群 侦搜包括诋毁台湾地区领导人等四大影响安全的情报 台安全部门监控网络社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此举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为什么网友要为马英九报区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敏钦张亚忠有深入解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表示 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关于移民政策的行政令禁止非法入境移民进行避难申请 他还说如果大鹏车移民成员向美国军队投掷石块 军方可以开枪还击 特朗普如此激进的做法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 打移民牌最终会给特朗普和他所在的凤和党带来什么 时事评论员张斌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选好钻六贵府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府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美国可能于11月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演 在此敏感时机 台海巡部门又预告将于11月21号到23号 在太平岛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岛内担心此举会引发南海区域局势紧张 并质疑蔡当局刻意在24号九合一选举前夕进行演习 是为了影响选情 台海巡部门日前发布公告称 太平岛驻守人员将于11月21号到23号 在太平岛环岛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据了解 太平岛每季度实施一次防护射击 借以确保驻守人员的操练及火炮的熟悉度 以确保太平岛的战力 上次是8月下旬举行 而今年最后一季度的火炮实弹射击训练 是在11月21号到23号 对此蓝营明带担心 相关演习就在24号九合一选举前举办 万一出状况恐怕会冲击选举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还呼吁 要延期举行 避免擦枪走火 丁守中认为说将会擦枪走火 然后到时候给两岸 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没有 我们持续的掌握情势的发展 不会延期吗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这时间你刚好跟美方军演的时间差不多 美方军演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11月 11月那不是 他在11月的什么时候不知道吗 对不对 那我不能因为有一个讯息出来的 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的原来的训练的规划做改变 李仲威坚称不会改变预定规划 但在国民党籍明代质询时 他的说法又有了调整 他表示 11月要举行火炮射击 必须在前30天公告 会不会执行 我们持续的会关注南海整个情势的发展 面对质询 李仲威态度变得保守 他还速度强调 这是一个例行性火炮射击训练 不要过度的联想 什么样的情况 以下才会延期 这个我们会做最好的判断 会延期 目前还没有做延期的打算 针对此事 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指出 蔡当局选前做实弹射击 这不就是无端启示 是否有必要 有质疑时 仍执迷不悟 坚持不改期 洪孟凯说 民间已经广传 民进党在选前一定会有傲部推出 如果有任何擦枪走火的争端意外 将有可能演变成不可预防的后果 蔡英文当局难道为了选举 什么都可以当作操作工具手段吗 此外 由于美国智库日前公布南海地区卫星照片时 其中有台军成功级舰艇 停靠太平岛的画面 国民党籍明代江启臣就此提出疑问 美方此时公布太平岛照片恐怕没那么单纯 美国人一拍出来给你看 就是可以停川普提出来 假设是下个月好了 我说我要停太平岛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部长那边会有一些复案吧 就以上话题 我们来临线台北引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客主 我们首先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 用月华 我们根据相关的话题要展开讨论 其实在上个月初 也就是10月初的时候 据传在岛内已经开始有人在模拟 可能出现的暂停选举的情况 那么于是当太平岛将要在选前 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传出之后 岛内各方就开始猜测 是否会出现极端的情况 导致台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停选举 那么对于这样的猜测和传言 应当如何来看待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耀忠 张教授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传言 其实也显示出台湾整个民主 虽然已经走了一二十年 其实还是非常不成熟 就是大家其实对一些风吹草动 都是非常的担心 因为毕竟一般的 常轨性的民主社会来讲选举 其实不会把这个什么暂停选举 当成是一个思考 所以这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在选举过程中 所谓的奥布特别多 就是用一些花招特别多 还记得以前陈水扁的两颗子弹吧 还包括以前陈菊在高雄选举 就整个为了透过一两个 小小的技术性的操作 能够流转整个这个选盘 这是民进党 大家都认为他会操作的 所以基本上有这种传言出来 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对民进党 基本上选举的不信任 我想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有这种传言就表示说 其实民进党已经处在一种烈士了 假如民进党现在处在一种顺势的话 他凭什么会停止选举 所以依静是认为说 他现在可能因为会选不过国民党 所以这时候他用停止选举的方式 来把时间再拉长一点 所以第二个基本上就是对民进党的 所谓的一个情况的担心 第三个的情况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军事演习 特别是21号到23号之间演习在11月 我觉得民进党长时间你有一招 就是打恐共牌 利用中国大陆来制造你 作为你选举的一个杠杆 民进党他就透过这个演习的方式 来塑造一个大陆是我们的一个敌人 所以换言之你像你南部的 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以及北部的柯文哲 你们都主张是个两岸一家亲的 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激发我整个绿军的 一个对大陆的一个敌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么一个消息的一个变成一个传言 圣俄会变成是一个所谓会 停止选举的一个工具 再加上大家对他长时间 民进党一个不信任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民进党还在玩他的手法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现在的对蓝军来讲 就是不断地丢 可能会什么奥布 可能会什么奥布 就是先把列个 你将来有十种不同的可能性 你都会来欺骗台湾老百姓 以破戴手 以破戴手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种 对蓝军来讲 其实这也是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先把你点破了 你将来就不能用这个东西 再来做策略了 我想这也是国民党 在质疑民进党的过程中 也希望带来这个政治的效果 既然我们外界都看得这么透 那么为什么包括军方在内的 台当局的官方 还要一再地强调说 其实这样的演习 以前也是在11月前后嘛 这个只是常态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那么好 民进党为首的台当局 到底知晓不知晓 这样子的一个演习 可能对于岛内的政局 包括周边的态势带来影响呢 请教您 其实我观察不是单纯的 这所谓的实弹设计 这次实弹设计如果纯粹只是军方 没有其他外力介入 那我觉得它就立行共事 我要观察是在这次演习当中 有没有美方的势力介入 其实这是观察点 要向大陆借东风 如果纯粹只是军方 台湾方面的军方 单纯去做处理 我觉得问题不大 它确实立行演习 就算它有意要向大陆借东风 草团借鉴 那大陆这几年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冷静 你看最近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一个 比较积略的表现 也就是说古井不破 把戏看多了 也没什么好怕 或者也没有什么好担心 也没有什么好动怒的 这个大风大浪都见过了 倒是如果这次演习当中 什么样的方式有可能借到东风呢 就是美方的设备有没有进来 我都编制外的 已经买了不算 编制外多的 美方美军特别提供的 第二个 美方的人员 将校级有没有人 因为经过这个所谓的台旅法 共同朋友都知道 通过以后 他其实美方是允许现任的 这个一定军阶上校以上的 跟台湾的军方有所往来 那这些就要观察有没有 那如果有 那等于就破坏整个台海的现状 这个借东风恐怕就真的是 煽风点火了 所以我觉得要去看 那当然这一次实战演习 到最后在选举的前夕要停 刚刚亚中修讲得很好 在2004年的时候 陈瑞扁两颗子弹闹得满城风雨 我记得当时我在我的学校研究室 旁边就是陈瑞扁的竞争总部 用大型摩托车四几台车 整夜没办法回家 从晚上9点弄了清晨 出去都被人群包住 这个样子台湾都没有停的选举 最后当然陈瑞扁赢嘛 那何况这一次只是一个实战演习 所以因此我觉得说 如果透过这个实战演习 去造成所谓的借东风向 或者操弄选举 我觉得就是美方势力介入 它才有可能 或者是在这个实战演习当中 它有一些比较机会 超乎原来过去所谓的力行 以外的不力行 比方对于大陆方面 或者是对于其他两岸关系上 有若干比较超乎常轨的一个表现 否则认为就当回归正轨 那么太平岛的话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都被外界认为说 有一个疑问 接下来会不会成为 民进党参与门当局 比如说用某种方式来 和美国军方来互相做互动的 一个观察点 好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演习 在10月底 那之前的话美方不断地释出 比如说有可能在南海 做新的美军的军演 会不会有一种 比如说在互相海域这种临近 或者说在时间上面临近的 这样子被外界做一些 比如说美国方面和台湾方面 在军事上面 有所谓互动的这样的联想 我们想请教您 我想这件事情 跟分两个角度来谈 就是美国有考虑 在台湾海峡 或者在南海举行军演 我想这不是一天的消息 但另外来讲 美国会不会希望利用这个军演 在台湾海峡 或者在南海军演 是有助于民进党的选情 这个我画个大问号 因为美国其实它的整个一个南海战略 它的一个台海战略 它不会随着民进党而危机起舞 它会考虑到它什么时候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它需要这场的军演 而不是说我为了民进党 我这场的军演 所以我觉得你把美国 跟这个所谓选举这个绑在一起 就是说大家在质疑说 美国会不会来帮民进党选举 利用军演帮民进党选举 我个人认为说美国是不会这样思考的 另外第二个问题才是说 美国会不会利用这个军演 来刺激中国大陆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它公布了这张照片 就变成这个公布照片是什么 台湾的军舰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下 而且完全是配合我 我如果在这边要举行军演的话 台湾一定跟我联合军演 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跟中国大陆 也是一种叫板 也是一种讨价还价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他美国的这个智库 公布了这个成功级的这个舰艇 停在南海 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在 但是我刚刚讲的说 我同意刚刚敏青讲 民进党现在希望能够借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大陆 能够有一些刺激反应好 那国民党 民进党借不借到美国了 我觉得他借不到 只有美国才会利用它 他不可能叫美国用的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一个局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 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台当局的安全部门 主管在昨天的时候 来到台立法机构 接受相关的质询 那么随后他在立法机构的 一系列表态 引得岛内舆论的哗然 究竟怎么一回事 广告回来 带您观众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 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安全部门主管彭胜竹 一号在台立法机构证实 台安全部门将监控联谱网等 公开网络社群 增搜包括诋毁台湾地区领导人 等四大影响安全的情报 那么岛内舆论为此哗然 国民党发言人洪梦凯 在今天的时候召开 叫老大哥威吓全台湾 蔡当局营造网络寒蝉的记者会 痛批蔡英文当局 并且是希望呼吁民众 在24号的时候给蔡当局 投下不信任票 我们一起来看 对于每个人或者是政治人 那个po的这些Facebook的东西 都会在遵收范围 只要是公开的 只要是它是公开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你怎么去定位 那我们看到的是争议的讯息 那从这些争议讯息里面去 我们再去由各个部会 一起来做检讨 就在选前倒数二十几天 台安全部门证实要盯民众脸书 尤其是作为诋毁蔡英文的讯息 都是征搜方向 包括一般民众 使用脸书也要征搜 已经侵害人民的基本权益 过去马上是这样被骂的 那为什么现在蔡英文 反而这样子要来规定 因为蔡英文比较伟大 虽然台安全部门主管 澄清是针对所谓假新闻 假消息才会搜证 但是毕竟在选前敏感时刻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台湾网友痛批 有台湾网友表示 马英九以前被人在网络上 骂得多不堪 但看过马英九叫调查机构 或相关部门搜集 所谓诋毁罪证吗 民进党上台 才让我们看清他们的嘴脸 还有人说 领导人做得好 民众拍手叫好都来不及了 哪会诋毁 所以是不是先检讨一下 自己的行为 也有网友不满说 做得烂就要经得起批评 连这点哑量都没有 还当什么领导人 说事实算是诋毁吗 好奇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 二号就召开 老大哥威吓全台湾 蔡当局营造网络寒蝉记者会 痛批台安全部门此举 并无任何法员依据 仅凭安全问题就无限上纲 要监控全台湾民众网络使用 根本是民主大退步 想营造整体社会的网络寒蝉效应 之前以行政机关来钳制国民党 还不够 如今还要用行政力量来钳制 全台民众吗 洪孟凯还质疑 台安全部门如何定义 何为诋毁蔡英文 其结果就是蔡英文这三个字 在网络世界变成禁语 任何人都说不得 说了就会被监控 他呼吁民众在24号 给蔡当局投下不幸人票 由于于情汹汹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立刻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的脸书 欢迎各式各样的公开留言 并强调绝不会违法 限制民众的自由 不过大部分网友并不领情 炮轰说 人家批评 但你耳朵遮起来 说也白说 不敢留言 上次批评你被封锁一个月 呵呵 聚马后的民主自由 你有说话的权利 但是我不会听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有提到 有网站贴出来说 台当局宣布 不能诋毁蔡英文的报道 一时间相关消息成为了 岛内新闻的重要观察点 那么结合昨天 在台立法机构内的实际情况 应当如何来解读相关的情势呢 我们请教一下江明清 江教授 这个所谓的不能诋毁 我觉得确实是现代文字语 我现代文字语 如果蔡英文是一介草民 他的许多行为可以不受公平 因为他没有享受 台湾民众的纳税款项 他没有享受许多特权 包括他这个高速公路 或者坐直升机 或者坐飞机等等 这一般民众不能享受得到 他享受的特权 那你就应该付出代价 全责相称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 所有的法律当中 有关诋毁这件事情 是采取认定 什么认定呢 是否这件事情可受监督 可受社会公平 公众的评论 那他是不是跟公共利益有关 两岸政策蔡英文做得不好 这可以批评啊 那如果蔡英文的长相 你说他长得可能不漂亮 跟你说他丑 这一个是诋毁 一个不是 说他丑这是诋毁 说他不够漂亮 这是事实陈述 那这属于人格部分 我们当然不去谈 可是谈政策 谈整个公共事务 这是可受公平之事 如果连这个都不能谈的话 坦白说就是现代文字语 蔡英文我希望这不是他的原意 是他底下人拍马屁拍过头 所以否则不能诋毁 这几个字就打民进党嘴巴 公共民进党挑战国民党 是说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台湾新社会应该有更多言论自由 曾经核实一个主张 一定要有言论自由的政党 取得政权之后 是反过头来限制民众 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讲那个 这是天大的笑话 他自打嘴巴嘛 向天吐谈 谈落到自己这个脸上来了嘛 所以我觉得 诋毁这件事情 对公众人物来说 没有底不底会这件事情 你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了 就要可受公平 因为你所有的权力 它有很重大的影响力 蔡英文的一个决定 一个政策 都会影响全台湾 甚至台湾跟两岸之间的关系 你看他现在一个决定 两岸关系就进入冰冻期嘛 影响力这么大 当然可以批评 为什么不能批评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代文字语 我希望这不是蔡英文的原因 有网友认为要为马英九来报区 原因是什么呢 即便是之前马英九在网络上面 被网友骂得有多不堪 也没有见到马英九要去搜集 相关的罪证 好 那就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亚中教授 您的观点 这种信息出来以后 会让很多人心生恐惧 就是说 当然你没办法法办我 但是如果搜集这些资料 会不会在很多东西让我的工作 或者让我的生活增加一些不方便 所以这个讯息出来 的确对老百姓 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我们也看到蔡英文 她今天在网站上 已经公开的这个声明说 她绝对不会这样子去走 这方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你刚刚谈谈马英九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网民之间的一个 所谓的情绪一个反应 但是的确有个可以观察说 马英九最近好像是个 大家感觉起来替他报区 那报区几个 我觉得第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如果大家接触过台湾人 其实台湾还蛮厚道的 就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对马英九还是心存散念 好坏嘛 你做过领导人 看起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情 现在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你蔡英文做得太差了 你太差的话就凸显我马英九 当时其实还不错 你看看以前马英九 被人家骂得还少了 对不对 可是马英九也没有透过 她的所有的情治单位说 对外讲说当然不要说诋毁了 要收集一些 你们有没有这种所谓的一些证据 国民党是绝对不敢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网民之间的一个情绪的反应 其实还是投射在 投射在就是说 整个对民进党的不满意之上 各位大家观众知道吗 现在大家网路上台湾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党 这个最大的党就是说 我们讨厌民进党 是变成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党 就是说很多的讯息 在你讨厌民进党 或者反对民进党的情况下 它都可以成为一个气候 都成为一个气候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台当局情报部门确实承认 是要对于包含脸谱在内的网络社群 进行监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江明星教授 对于台当局正式承认 要启动类似于这样子 网络监控的行为 您是怎样判断和分析 相装五件意在配空 我同意亚中兄的看法 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就要创造一种寒蝉效应 我们现在执政那么不好 都是因为假消息 假消息从哪里来呢 从网络上来 那谁创造假消息呢 他创造就是一个稻草人 虚拟稻草人如此而已嘛 所以简单地说 民老到现在我觉得反求诸己 这个执政者都知道 要认劳认怨认棒 不然你就不要 怕热就不要在厨房里面 到厨房里面就把菜煮好 两岸如果你能够处理好 经济民生变好了 哪有什么假消息啊 人民生活好了 谁还管你这些消息 对你有利不利 你就是做得很好 人家就会给你掌声 就会全力继续给你嘛 你如果这个都不做 一天都会担心说 我做得不好是因为假消息 让我凭这个民意制度 一直下滑 口袋会说话 这些所谓的大学高校毕业生 如果他薪资退到16年前 不用假消息 你的民意制度也不会高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想用这么多做法 就是对自己的执政缺乏信心 那缺乏信心是因为执政绩效不好 执政绩效不好 你打不开两岸的和平的大门 没办法让两岸之间有更加和缓的发展 那台湾许多的能源政策 金字政策 你又做不出比较具体的绩效 你把全部台湾的前途压在特朗普身上 它是个不确定账动不确定 真金啊 不怕火炼 再多假消息 你只要是真的金字 就不怕火炼 最怕的是你是假的镀金 镀的不够多 以为你很烈就会一烧 就进入原形那当然要说这个火是不对的 火没有不对 不对是你不是金字 好我们谢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客主 好的谢谢贺南 我们再来看2018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情况 目前高雄市长选情胶着 蓝绿阵营攻防不断 据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2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的支持度上升到了43.1% 已经遥遥领先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的32.3% 民调显示韩国瑜的支持度上升到43.1% 陈其迈享福下跌至32.3% 无反应人群则占了22.7% 从10月25号到11月2号 短短几天的时间内 韩国瑜和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就从39%比32.7%的黄金交叉 变成韩国瑜领先陈其迈10.8% 韩国瑜的支持度一看好度 双双领先陈其迈 领先幅度进一步扩大 民调显示 在高雄11个选区中 陈其迈除了在第二选区和第11选区领先外 在其他9个选区均落后韩国瑜 在年龄段上 陈其迈只有在60岁以上人群比韩国瑜多出6.6%的支持度 其他年龄段都大幅落后 在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不能够再用传统的蓝绿基本盘来看高雄市这个选举 这个已经不准了 因为包括很多自身的民进党员都在讲 他讲一个论点 这论点实际上是高雄市大多数选民的主流意见 就是说这次不是国民党驾民进党在拼 这次是高雄市民驾民进党拼 所以这一次韩国瑜之所以会胜出 是因为他在年轻选民 各位他在20到40岁是完全自胜 陈其迈 然后他在中间选民 中立选民这一块 他也是大幅领先陈其迈 这是他胜出的关键 学者认为 韩国瑜在宣布参选后的七个月里实现大翻盘 和他个人特质分不开 老百姓希望的是能够做事的人 然后不要有这种传统的国民党习气 就是非常非常积极认真 然后逻辑思考很好脑筋清楚了 所以他就代表了反映了 民进党在过去20年里边高雄的经营是失败的 那是一个终结 韩国瑜掀起的这股寒流 成为学者眼中全新的选举典范 至于包括两成选民没表态 11月11号蓝营大合体有多大效果 学者普遍乐观 有九成的人想要去投票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大家支持的对象 已经是相当的确定 相当的稳定 那有变动的地方呢 大概只会出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不是有更多的人 转过头来支持韩国瑜 那就是完全看韩国瑜在未来 三个礼拜的这个造势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在处理这个六都大会师上面 也许韩国瑜跟丁守中 要去思考一个比较 就是说能够找到平衡点的地方 就是说就不要太刻意的强调说 我来就丁守中 就是说我就是六都大会师 韩国瑜掀起的这股寒流 成功激起了全台湾蓝营的士气 不过民进党毕竟在高雄长期耕耘 陈其迈阵营也已经全面展开 紧迫盯人的态势 选举还剩下二十几天 风头浪尖上的韩国瑜 一举一动 外界都在放大见识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表示 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 关于移民政策的行政令 禁止非法入境移民进行避难申请 他还说如果大鹏车移民成员 向美国军队投掷十块 军方可以开枪还击 那么打移民牌最终会给特朗普 和他所在的共和党带来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表示 他将在下周签署一项 关于移民政策的行政令 禁止非法入境移民进行避难申请 特朗普说 寻求庇护的移民必须在入境口岸合法出现 和以往一样 特朗普称美国的相关移民法律存在巨大漏洞 他说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 将不再可能使用毫无根据的说法 获得入境许可 任何非法入境的申请避难者都将被关押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在法庭听证期间被释放 特朗普还说 美国南部边境面临严重危机 而非法移民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 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他再次提到大篷车移民 称其就像入侵 并表示不会让这些非法大篷车进入美国 他还说如果大篷车移民成员向军队投掷石块 军方可以还击 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 为了应对中美洲非法移民大军 美国部署到西南边境的军人数量可能逼近1.5万人 这一规模将与驻阿富汗美军人数相当远超非法移民大军 目前来自中美洲国家的大篷车非法移民大军正在徒步北上人数4000人左右 现距离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大约1600公里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的行政令是否违反美国移民和国籍法 根据移民和国籍法 在美国的任何移民 无论是否从指定的入境关口合法入境 均可以申请难民身份 美国媒体认为 特朗普把非法移民问题政治化 就是要打出国家安全牌吸引选民 华盛顿邮报称 所有的事都围绕着能让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密西西比州众议员汤普森 是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 他说这次部署是在大选前一周 公然煽动仇恨和恐惧的行动 退役陆军上将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表示 为出于政治目的使用军队感到遗憾 表示此举与美国价值观不符 德国威西信使报表示 那名问题是真的 但是有关他们的威胁被变成了虚构故事 共和党再将军队变成竞选部队 美国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本周的支持率下跌至40% 较至上周下跌了4个百分点 54%的受访者对特朗普的工作持负面评价 此外共和党的民意支持率也低于民主党9个百分点 共和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积成定局 共和党能否保住参议院多数党席位也是未知数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特朗普称要修改移民避难政策 为了应对中美洲非法移民大军 增兵的规模甚至是相当于驻阿富汗的美军 那么以1.5万人的兵力去对付区区4000名非法移民 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特朗普这招真正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应该说确实中美洲像萨尔瓦多宏都拉斯等等这些国家确实有移民 通过墨西哥想向美国的边境来进入 然后以达到寻求庇护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举动 其实首先来讲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以往的这些年当中 我们看到中美洲的国家的人员通过相应的这样的陆路的通道 来向美国寻求相应的庇护 这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事情 对于美国来讲并不是说突发的一个什么新鲜事 而且以往应该说 它的人数比现在要多得多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到这个准备到美国边境的 大概是不到4000人左右 但是特朗普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派遣上万名的部队 来进行一个到美国边境 进行一个相应的围堵呢 这里面它其实是有它深远的政治考量的 我们知道特朗普它的执政风格非常的鲜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时刻 它的这样一个支持度目前来讲又并不看好 所以必须要转移相应的视线 调起一些的话题来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 当然这个话题不是凭空来的 它是有一些相应事实依据的 比如反恐的问题 比如种族主义的问题 比如说相应的边境问题等等 利用这个一方面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另一方面来稀拢人气 来为自己的政策能够让更多的选民能够支持自己 所以这次本身是个边境的人道主义问题 但是这一增兵 这回增兵的人数还不少 基本上相当于美国驻阿富汗的总兵力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1万多名的部队的调遣 显然在美国一定是个大事 这样会让很多的美国人认为 这个边境的移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而特朗普又对这种移民问题 持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可能就能够对特朗普继续的支持 这其实是特朗普最终的一个想法 但这样的一个想法能不能说到时效 从目前来看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多家外媒都报道了 特朗普周四还对涌向美墨边界的这些移民 发出了最严重的威胁 凡是向美军扔石头抗议的 美军将开枪还击 特朗普升级了他的反移民言辞的激烈程度 如此激进的做法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应该说特朗普现在在边境移民问题上 一直采取一个激进的做法 这个激进做法我觉得来源于两点 一个是特朗普本人 他对于移民问题的强烈的一个倾向 也就是持一个强硬的态度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次的大鹏车车队的事件之前 他已经出台了很多的严格的移民政策 比如让这个外来移民骨肉分离 比如对于留学生的严格审查等等 出台了一系列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 这次的相当的这样一种说法和举动呢 其实再一次延续了特朗普一贯的 在移民方面采取的强烈立场 当然这一次更激进了 那么更激进了甚至扬言可以采取 开枪的方式来回击 袭击部队的这样的一些移民 这其实啊 从语言上来讲 当然是有很大的一个惊悚性 但是从实际运作来讲 恐怕呢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一方面呢 美国本身调动国内 在国内调动部队啊 这本来呢 就是相应的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有着法律的诸多的限制 除非发生武装暴乱啊 等等一些特殊的这样情况下 那么所以他的这些部队 其实到了这个美墨边境 也发挥不了什么实际的一个作用 基本上跟当年啊 他派这个国民警卫队到这个边境啊 一样也就干一些后勤啊 等等的这样的工作 但是他的象征意义非常大 它意味着特朗普在边境移民问题上 采取了非常强的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其实也是在一种啊 所谓的作秀 做的是一个政治秀 把一个人道问题 转化成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吸引众多选民的注意 特别是在中期选取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那么利用这一招 剑走偏锋铤而走险 很可能会稳固住自己的基本盘 同时吸引更多的 趋于保守的白人选民 对特朗普强的政策的一个支持 这个时候说什么话都可以 越惊悚越好 越这个能够制造效应越好 但实际运作起来 恐怕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先稍作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近日大打移民牌的相关话题 继续展开讨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禁止大打移民牌的相关话题 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近日特朗普的所言所心 都围绕着能够让共和党 在中期选举中获胜 在中期选举之前 他还会不会继续抛出一些 变换不定的想法呢 那么下周就是决战了 您预期特朗普的移民牌 最终可能会给他 以及所在的共和党带来些什么呢 应该说呀 美国的中期选举 对于这个现任总统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举 他对于这个总统未来的一个走向 应该有着非常指标型的一个意义 在中期选举之前 我们看到诸多的民调都显示 特朗普呢 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 形势并不被看好 有很多州呢 也出现了一些变动 比如这次他去这个佛罗里达州 他本身来讲就是摇摆不定的 最明显的一个州 所以稳固这些基本牌 能够呢 让自己相应的 在这个连任中获得优势 这显然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但是我们知道 采取激进的方式呢 他固然是为了让这些 特别是保守的这样的白人选民 能够继续支持自己 同时呢 渲染这样一种移民啊 等等的一些相应的紧张气氛 能够让美国人呢 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但是往往这样啊 我们老说啊 走这个险棋啊 他往往是个双二剑 一方面可能从中确实能够得力 能够呢 相应的稳住阵脚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很可能会造成自己的被动不利 首先从特朗普本身 现在的民调来讲 包括从中期选举 现在预期来看的话 那么成为跛脚总统 已经是特朗普的一个 很大的可能了 也是美国政党政治的 其中一个特点 一旦说是其输一招的话 那么后果就不仅仅是跛脚 这么简单了 很可能特朗普会被赶出白宫 甚至可能会面临着相应的牢狱之灾 这都是一个未定之数 从这个角度来讲 特朗普现在也是到了 没办法的时候了 不仅是到各州去帮助这个选举人 去站台啊 造势 包括这把自己的这个理念 特别是一些相应强的理念 不断的放大 不断的用一些相应出位的话 来进行加固之外 那么更多的恐怕就是想在这次选举中 要搏一把 搏赢了 固然能够稳固自己的相应的一个态势 但是如果说是搏输了的话 面对特朗普的一定是一个 非常险恶的一个前景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概念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概念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是手机下载海峡TV客户端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概念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